近日空军空降兵谋律 连续组织多种机型 下半夜飞行训练 在暗夜环境中 检验飞行员机战术水平 锤炼部队随行全时域 空头保障能力 凌晨1点 厄北某机场 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空 树架战鹰在夜色的掩护下 依次飞往目标空域 飞行期间突雨降雨 飞机发出空中结冰告警 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打开机载除兵系统 降低飞行高度 调整飞行航线 经过长途机动 机群到达指定空域 接连完成识别地面目标 实施模拟空头 此次夜间飞行训练 他们先后完成了 三种机型的夜间飞行训练 检验和锤炼了部队 夜间飞行保障能力 组织多机型下半夜飞行训练 是为了让飞行员 突破生理极限 积极适应 夜间全时段缩债条件 通过设定夜间 复杂训练课目 不断航实战斗力基础 为空架兵 随行全时段多样化任务 提供可靠保证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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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